Hello 大家好 我是多倫多MA 今天我跟大家講講有關神石的問題 在聽之前大家不要忘記 先訂閱和按一下小鈴鐺 多謝大家支持 有朋友說神石發作起來很辛苦很痛 最初是由腰後面開始痛起 一路爬出來的時候 一路沿著肚腩旁邊位 一路痛下去 有一些男士試過神石 他就知道老婆是怎樣痛的 生嬰兒的時候 因為那顆石是會三尖八角的 而那個書尿管是比較窄的 一路排著一路刮 一路排著一路刮 很痛 還有最後如果排出來的話 小便的時候會突然有很多血 他們又嚇一頓 其實就不用怕的 如果是緊急的時候 當然找醫生 如果不是的話 平時有一個湯水都可以幫助大家 也有親人試過 也有親人試過 也說都好得下 大家看看我去怎樣煮這個湯水 大家喝 我們就要選這些大豆芽 這樣 放些大豆芽 千萬不要用這些 這些黑色的一點 或者是一粒 或者是一粒 就是這一種 大家可以看到 這兩種不同的 這些漂亮的和這些不漂亮的 我們就要選一些漂亮的 這些就放在一邊 我們就用這些 嘩 這裡也有 挑了出來 這些也有 那又要4磅 4磅的大豆芽 我們買了些大豆芽 回來 首先要開水 先浸泡它 有時候有些過濕 有些過濕 有時候有些過濕 滑滑滑的 浸完就養一下它 還有一些黑色這些 我們這個就不要了 然後拿起它 放進鍋裡 選擇這些黑色的出來 爛了 這些不要的 選擇了這些黑色的 爛了 不要拿進鍋裡 吃了沒有益 放進鍋裡 開水 用過濾過的水 因為對腎好一點 如果你們有大一點的瓦鍋 放進鍋裡 就可以用水 剛剛蓋過芽菜面 就可以了 因為鍋裡比較小 所以我先放著一半水 放20粒雞心組 去核 放進鍋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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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會兒 放進鍋裡 那些芽菜 就比較縮小 然後再加多點水 蓋過 煮沸 然後再加多一點點水 再加多一點點水 當聞到香味的時候 就可以開起蓋子 看到芽菜就已經收起了些了 放進鍋裡 然後就可以 放進鍋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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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呢 是要蓋過芽菜面的 聞到紅棗的香味 這裡就已經有4磅芽菜了 還有20粒去核的雞心組 當水滾起了之後 我們就要由大火那裡 轉回去做小火 拌這裡 煮沸一個半小時 我們就夾起了些芽菜了 那如果喜歡的話 其實芽菜呢 都可以吃的 那... 蘸些豉油吧 不過又可以不要的 不吃的 丟掉都可以 只是喝水 那... 煮完出來 就... 甘甘的 橙橙的 顏色 都好像茶 那樣的顏色 那... 現在呢 就畢點來 試一下 是什麼味道 啊... 味道都OK的 甘甘甜甜 那... 那... 如果有腎食的朋友 其實就可以時不時這樣煲來喝一下 那就可以當茶水那樣喝 那... 那... 喝了之後呢 就... 比較呢 小便就會唱快些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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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stened世界法國 這個時候 可以整... 十幾… 十幾個鐘 不停這樣 那... 大豆芽菜 在本草歌目裡面講 李時生指它可以清心 養生 另外呢 就可以解酒毒 喲 喲... 什么叫利三招呢? 就是说对我们的心肝脾肺神 再加上大肠、小肠、膀胱都有利的 就是说好 另外那个红组呢 就是说可以保误状 自虚损 这两样东西都是好东西来的 这么有益的汤水 大家都不妨考虑一下 时不时这样煲来给家人喝 或者是有需要的人士 更加要喝多些 OK?